欢迎回来热情追踪 现在全世界的太空梦都积极的往火星延伸 荷兰日记在2023年要进行火星移民计划 而媒体报道 美国也打算进行单程的火星之旅 叛选太空人登上火星并且永久定居 一开始太空人将定期的收到来自地球的物资供应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他们必须要想办法独立 在火星上自给自足 未来人类才有可能真正的移居火星 不过这样的计划 当然也是引发了道德上的争议 有人觉得说 这根本就是把太空人丢在火星 让他们自生自灭 但是有科学家认为 首批的火星居民 其实就像是当年的哥伦布一样 是伟大的先驱者 他们踏上了前途茫茫的旅程 甚至自己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回家 甚至会为此牺牲生命 但是他们身负重任 要解开火星的谜团 要为人类找到生存的机会 人类与外星人第一类接触 是合作还是战争 是让人类的科技向前迈进 还是倒退回原始生活 充满不确定性 这样的电影情节 是否可能真实发生 在太阳系里 火星的条件与地球相似 一度被认为是最可能 发现生命迹象的星球 地球自转移圈是24小时 火星转移圈是24小时30分 所以它一天的长短跟地球很接近 然后它的晴角 造成四季的晴角 跟地球也很相似 更何况 火星只比地球 离太阳稍微远一点 它上面的温度 平均温度 也不过才是零下50度 所以对人类来讲 这是可以去的地方 火星对人类来说 既熟悉又陌生 究竟有没有传说中 超乎人类想象的神奇文明 让人类急于揭秘 电影曾经让人悟性 火星人可能存在 当人类科技三度登上 地球八分之一大的火星 才发现在广泛的土地 找寻生物迹象非常困难 从火星的南北极 发现固态的冰 怀疑过去可能有生物遗迹 火星顿时成为宇宙沙漠中 少数可能的绿洲 有细菌啊 第一啊 这种可以很干旱的地方 仍然有生命 细菌很少 所以美国在1976年 200年降落的时候 就做了几个实验 主要做三个实验 它一个产去采火 像土 土来把它拿过来 一直做对比 对不对 一个去高压 然后加了营养液 如果有那个生命的话 它就会产生二氧化碳 做光合作用 自然界也会产生生命 它就做对比 那做几个实验 三个 但它有降落两个点 这两个点多 那个体肤就是 没有正面的正 就是负面 结果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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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没有 可是还有很多人相信 你只去两个点看 它不表正整个火星都没有 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当中 火星气候环境最接近地球 同样存在一年四季 与昼夜变化 受到大气层保护 具有大部分地球上的化学元素 因此科学家怀疑 火星上存在某种生物 不过火星日夜温差大 白天大约摄氏17度 夜晚可以冷到零下90度 充满过多的二氧化碳 生命其实不易生存 却可能透过人类的科技来克服 像是荷兰就有业者信誓旦旦地宣布 7月2023年人类将正式移民火星 火星上有固态的冰在南北极 这个冰的话它是水所组成的H2O 我们利用水来电解的话 可以产生氢跟氧 可以做一些燃料 或是做其他用途 是有机会 不过这些可能需要花蛮多的经费 来建制这样 这项耗费15年构思的移民火星计划 参加者需要极大勇气 因为尺脉单程票 一去不复返 预定2022年人类史上第一个 火星移民计划即将升空 10年内至少有20人移民火星当万星人 不过宇宙设限在太空中无阻不在 如果太空舱防护设备不足 在还没登陆火星之前 人体可能暴露在过量的照射之下 会引起细胞突变 最主要的危险 第一个就是宇宙设限 那这个宇宙设限 其实它的那个辐射的那个 那个计量也非常高 随着科技进步 移民火星从过去 只在科幻电影出现的名词 变成是可能实现的未来 科学家还积极寻找 外星生命的拼图 试图从其他不可知的宇宙中 探寻其他可能 其中金星的质量和体积 与地球最相近 却因为接近太阳 高温达到摄氏500度 使得生物根本无法生存 但银河无边无际 从机率上来看 很难一口断定 没有其他生物的存在 我们的银河里面 有2000亿颗恒星 太阳直播是其中一颗 而像这样的银河呢 整个可见宇宙里面 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个银河 所以光从数量上来看 你就知道星星很多 而最近所做的新发现是 别的星星旁边 有行星的几率非常高 已经从15%到30%到60%到100% 所以别的地方有行星 而你又可以想象 这些行星呢 应该也有像地球这么大小的 然后刚好在适当的距离 也有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那本来就有机会 产生别的地方的行星 假设宇宙间还存在 其他高等生物 它们应该是如何的样貌 1982年导演 史蒂芬·史匹博指导的ET 首度赋予大头小身体的 外星人形象 从此之后 所有关于外星人电影 以及疑似外星人现身的影像 都以此为蓝图 早在80年代 欧洲科学家一度推测 外星人的外表应该是绿色的 以变形光合作用 过去对于外星人的长相 充满无限想象空间 它其实非常细薄 如果你要吸氧的话 你的呼吸器官就要大 你的外观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我们人有眼睛 是接受可见光 可是早期很多动物 没有眼睛 不是接受可见光的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去侦测 我们的脚是走路的 所以它是按照 模仿地上的所有生命 去看一下 在那个环境上会发 因为一定是要适应环境 我们终于解释了一个星室 是从星室的最好距离 来保持水 是最好的重量 来保持氛围 每24分钟 我们在海外站 会通过LAMSAP-7 我们的深复维射宿 会并且连接到我们的目标 定中太空总署发现宇宙中 存在高等智慧生命 立刻发射高功率信号 加以试探 却导致人类与外星人 发生心急大战 人类差一点遭到灭绝 1960年代 美国SATI计划 用无线电设备 搜寻外地智慧生命 试图接收从宇宙中 传来的电磁波 分析规律信号 希望发现外星文明 搜寻宇宙当中 一颗一颗星星 去找看看有没有 这种人造的电磁讯号出现 那 他们的困难点 就是说 问题在于说 宇宙当中那么大 你要找一个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生命体 生命群 然后发出这些无线电磁的讯号 然后还要刚好被你收到 这个机会实在是 非常的渺茫 就好比在大海撈针 嗨 Dr.Negrady 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吗 前方的路 正確 我有五個不同的物件 五個不同的物件 在形成的 他們在我的訊息中 他們向我向來 1974年開始 藉由網際網路搜尋網友 想藉由網友的力量 從無線電訊號 一起搜尋外星生命 這種類似平中性的概念 卻迟迟等不到高等生物的回憶 你只要收聽 發現地球發出很多的無線電訊 分析到影像 那你就知道一定有生命發出來的 自然界會自然發出很多無線訊號 太陽也會發出 可是有意義跟沒有意義 我們可以解析出來 比如說你收到一個訊號是這樣 滴 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滴 你還說自然界會自然發出 這個就太過分了 對不對 那你把訊號做一組合 那可以分辨是 雜技亂七八糟的 還是有組織的 地球上是否可能留下 外星生物存在的證據 科學家除了尋找類地行星 1960年代 更從生命分子著手 認為氫和氧是演變成水的基本關鍵 再轉變成氨基酸和蛋白質 演化成生物 換句話說 氨基酸是組成生命必然要素 只要在其他星球找到氨基酸 就可能存在過生物 不過這些間接證據卻不夠強烈 因此遭到推翻 你看到生命的一定有氨基酸 這沒有話講 可是看到氨基酸就說有生命 這不可以這樣推過來 還有一大難處 找一些間接的證據來 因為直接上沒有找到生物 所以我們看 有需要生物的環境下 應該什麼樣的環境 那我們從這些環境去找 看有沒有生物 是否存在外星生命 疑問還沒有獲得檢答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幹員 卻發表爆炸性言論 指出65年前 其墨西哥州羅斯沃爾事件 飛碟墜毀卻有歧視 飛碟內真有外星人屍體 這位在中情局服務35年的幹員 上世紀90年代 在中情局總部檔案室內 看到機密資料上記載 1947年7月8號的 羅斯沃爾不明飛行物 墜毀事件裡頭 不是氣象探測氣球 也不是一般飛行物 尋找外星生命最大困難跟盲點 問題就在於說 上哪找啊 我覺得是上哪找啊 大眾總是希望能夠 抓一隻外星人來看一下 可是這個就是 我們覺得大眾對收集於宇宙生命 最大的一個不同的認知 對 因為我們覺得找 這種最一開始的生命的訊號 是最有意義的 不少人認為美國政府 對於羅斯沃爾事件 可能有所隱瞞 但究竟隱瞞了些什麼 卻不得而知 對於外星人之謎 還出現在英國威爾特郡 被懷疑又出現奇異的 麥田圈景象 形狀像是一隻神秘的海底生物 拖著長長魚尾 像有顆大大的眼睛 被人懷疑是外星人 傳遞的神秘訊息 我們不能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都現在地球上看 那在可見的未來 人類的足跡最多到太陽系 那你從這麼遙遠看 所以你只能遠遠的監看 所以你要找外星生命人 最困難有幾個件事 有兩件事很難估計 比如說整個英國系有多少恆星 那太熱恆星短命恆星就不要 這恆星三十二十一年就死掉了 那就不要去找生命人 為什麼按照地球上 顯然你要超過三十一點以上 所以你要找可以壽命很長的恆星 好你要找行星系統 太近恆星的也不行 太遠的也不行 好那可是這個豁然力我們可以算 就是天上有這麼多行星 有多少行星有合適的行星 那你有的行星 有多少行星是適合生命發生的 這我們都會算 可是有一個很難算 條件都很好了 會不會發生生命 不知道 從2004年以來 三部火星探測車 機遇號和勇氣號 好奇號陸續登陸火星 誠如他們的名稱 人類對於太空探險充滿好奇 相較於浩瀚宇宙 地球猶如滄海之移速 宇宙探測需要無比勇氣 更需要勇氣 以人類目前的科學能力 顯得仍然有限 宇宙間無限謎團 還有待一一解密 知名天文物理學家 史蒂芬霍金曾經警告人類 不要去招惹外星人 否則恐怕引來外星人 進攻地球 造成地球的毀滅 不過這樣的警告 卻擋不住人類的好奇心 因為沒有冒險的話 那來的機會呢 我們休息一下 要帶大家看看 從火星上傳回來的照片 這裡頭有些看起來 相當的有意思 是不是火星人要給人類的暗號呢